Hello Dan Hi everybody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非常有名的聯合國大廈 那就是聯合國的Mark 像整個世界 地圖都在聯合國的標誌裡面 我非常高興 我來到紐約 而且我有十天在紐約 我覺得 哪一個是我的第一個點呢 我想了很久 事實上我有非常詳細的計劃 在這十天裡面 我選擇了 聯合國當作我的第一個點 我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來到了聯合國 我發現 這一個門就是聯合國的大門 但是 它那邊有寫 Visitor Entrance 也就是說觀光客必須往下走 於是我就跟著這個標誌走到了下面 等我走到了下面的時候 我一樣排隊 等我排了隊的時候進去了 他們都要去檢查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跟著檢查 但是他們告訴我 你不行在這裡 因為你拿到的是台灣護照 Oh my God What's happen I can 我可以到美國來 但是我不能到聯合國 這是誰的地啊 所以我非常的生氣 但是 So what What I can do For nothing 所以我很失望的 我走了 非常的生氣 I think Yes 在我們的國家的財政跟各方面 的確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走後門嗎 有後門嗎 這裡 沒有後門 所以我想我的第一個地方失敗了 但是我覺得實在非常不合理 但是他們有非常多的警衛在那裡 所以我也只好走了 可是當我走出去的時候 有一個人告訴我 你有另外一個捷徑 那就是你可以去跟著中國人一起進來 I need to accompany with Chinese because I'm Taiwanese You need to identify you are Taiwanese, not Chinese No, you are Chinese, you are not Taiwanese OK Oh, you have ID What is ID 我沒有帶駕照來 我沒有去換駕照 因為我沒有打算在這邊開車 我只有想這邊騎單車 所以呢 我就看一看 結果有四個日本人 我要去跟他們解釋 但是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我必須要跟著他們一起進去 然後必須要辦團體group checking 他們非常的好 帶我去了 所以一整個路上 我都沒有拍任何一張照片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失望 因為我一個人旅行 所以我覺得很孤單吧 有話沒有地方說 所以在第二天 我在公共圖書館的時候 然後我碰到了Den 他在那邊午餐 Yeah 我剛吃完早餐 Blaunch So I talk to him Yeah I wanted to say What I want to say I want to say I need to do a shortcut You are always 也許這就是台灣未來的處境 你一定要超捷徑 任何一個台灣人 If you have another passport 你一定要超捷徑 I need to do a shortcut 做法 I need to build